台南部政府38項目 欺北14項、欺南是24項目 南市府警察局為了出現項目經濟發展 特別推出台南項目高起來的活動 欺北的中央已經在7月27號來頂項 欺南這是由8月31號開始 欺北是7月27到8月25 欺南是8月31到9月29 所以有1、2項目 這些活動裡面有政策的獎品 也包括大家去消費100塊就一個抽獎券 可以來調整、來參與 獎品很豐富 包括iPhone7炸鍋跟電子鍋 可以讓大家可以再選擇 同樣來促進我們的台南的經濟消費 同樣也可以讓人家的店家 目前總共有100多間的店家共同參與 變成只要在華東的機関裡面到38的項目來消費 但必須100塊就一次的挑戰的機會 消費越多次 挑戰的機率就越高 今年是第一次辦理這樣的抽獎活動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能藉由這個活動 讓所有的商圈能夠有比較有一個向心力 那大家也可以互相觀摩 每個商圈所辦的活動 那可以吸取大家的經驗 那我們這一次的最大獎是iPhone手機 iPhone15 那我們整個的獎額 西北西南都大概5萬6千多左右 那將近12萬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來推動這一次的抽獎活動 今後就表示這回中片內容非常豐富 最大獎有iPhone15的手機 還有各式的家庭用品 高齡鄉親得到高雄款社會 支持在地的店家有一個產品 我們等下大家再見 彩虹波特